失戀丧父想自殺 李若同哭訴情緒病困五年 那些年的姑姑 大家的集體回憶 曾經以為不會再在TVB劇中見到她 但最近就答應了智偉拍劇 原來是跟發哥有關的 我找到發哥 他剛剛坐在我前面 我找他拍照 他跟我聊天 他問我 還沒有打算拍戲 我說我沒有 他真的很好 他說 人怎麼可以不做事 他說這句話 我真的有點像 好像醒一醒 再次活躍幕前 雖然外表就好像吃了防腐劑一樣 但他又有誰猜到 他這十年經歷了多少高低起跌 其實過去五六年是我人生之中 我想是最最最最最黑暗的 以前那段感情分開了 是一個潛伏點 跟著爸爸走了 爸爸生病 就是一個爆發點 爆發到是有情緒病 我過一段時間前 有想過自殺 有想過自殺 是站在街上 會無端端在想 如果我走出馬路會怎樣 積極面對病情 加上家人的支持 他已經康復了 生活上 經濟都不成問題 不知道對愛情 又有沒有憧憬呢 沒有 我不用想 我可以馬上回答你 是沒有 早兩三年 我也有憧憬 但是慢慢 我就開始完全沒有 沒有這個想法 我覺得已經沒有所謂 我覺得我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前陣子接受我們的專訪 還說很享受現在的生活 日本科研神奇修身 容纜烤素嚴選多種梳果 幫你保持美好身段 容纜烤素真行全城